嗨,大家好,我是George 我們今天來學台語、力語、英語 很多人看我的鴨皮之後 都一直問我 我是台灣人還是外國人 其實咧,我是正常的台灣人 我會教講台語 我會教講國語 我也會教講英語 今天,我們就來用台語 來教英語 這應該沒人做的吧 我現在人在東京 既然在這裡,你說國語是不會通的 有時候,其實在日本 你在說台語,會通喔 在台語裡面,有很多字 是從日語來的 那裡的日語呢 是從英語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有多少台語 是其實你知道的英語 那我們就開始囉 第一 這個字大家一定有聽過 在英語裡面,它叫做 truck 它是一種火車 卡車 在台語裡面,我們也可以說它是卡車 但是 很多人都會說它是truck 所以後面你聽到truck 你就知道它是從英語來的 叫做truck 再來我們來看第二 你的 auto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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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應該要分兩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的是 auto 這個部分其實是 auto 在英語裡面它叫做主動的意思 第二個部分是 bike 那個bike其實是 英語裡面的bike 叫做 腳踏車 所以合起來 意思就是 會自己當的 腳踏車 所以叫做 autobike autobike 很趣的齁 再來我們來看第三個字 好數 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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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語也是一樣 分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hose hose 在英語裡面叫做 hose hose 叫做 在台語裡面第二的部分 叫做 hose 所以這也是很差別的 第一個部分 它叫hose的意思 但是在台語裡 為了要讓人清楚知道 你是在說什麼 又加一個hose 所以合起來 就叫做 hose 在英語裡面叫做 hose 我們接下來來看第四個 kejabu ketchup kejabu ketchup 在台語裡面 kejabu 是從日記來的 它叫做 tomato醬 tomato這個禮 也是從日記來的 它是從英語 傳到日記 啊這個傳到台語 tomato 大家都知道是一種水格 有人也會說 它叫做tomato醬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都叫它 kejabu 在英語裡面 叫做 ketchup 也是有很多說英語的人 會叫它 tomato sauce 所以你後面就知道 它叫做 ketchup 也可以叫做 tomato sauce tomato醬 第五的 doraiba driver tomato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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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記裡面 其實tomato醬 這個禮 不完全 因為在英語裡面 它應該叫做 screwdriver screw 這個部分 是 tomato醬 driver 這個部分 才是我們在說的 tomato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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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是從日記來的 其實日記跟英語相關的時候 因為很多部分會太複雜 所以 直接不要說 像screwdriver 這個禮 它在說的時候就直接說 driver 第二的部分就好 所以它就叫做 後面你就知道 它其實對英語來 driver 我們接下來來看 第六個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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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其實叫做 handle 它其實是門 或是說 一些東西 你手要拿的地方 那叫做 handle 這個禮呢 意思不一樣了 現在在台語在用的 handle這個禮 叫做 方向盤 這是你在塞車的時候 你手拿的地方 你在操控 那個車的地方 但是 在英語 不可以叫做 handle 不然車的方向盤 應該要怎麼說呢 在英語 其實叫做 steering wheel steering wheel steer 這個禮 是操控的意思 wheel 這個禮 就是 連鎖 所以一個像連鎖的東西 讓你可以操控你的車 叫做 steering wheel 在日記 或是在台語裡面 就用一個更簡單的字 叫做 handle handle 我們接下來來看 第七個 cobition commission cobition commission cobition cobition 這個字呢 是你幫人做事之後 你要抽一聲 或兩聲的字 叫做 cobition 其實是你對別人家賺來的字啦 所以cobition這個禮 是對英語 還是對日記來的 叫做 commission 因為日記的發音的關係咧 在英語裡面的 shin這個音咧 在日記裡面 就全部發成 shion 因為比較好發啦 所以你就知道 後來聽人說cobition的時候 其實是對英語 叫做 commission 我們繼續來看 第八 slipa sl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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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語咧 有時候你要出去 啊你屁股穿鞋子 你就會說 啊就穿slipper就好啊 slipper 其實叫做 鞋子鞋子 還是在台語 你會說叫穿鞋子 在日記 還是在英語裡面 它都用同一個字 叫做 slipper 但是因為你要穿兩腳 所以 跟s在後面 叫做 slippers slippers 那你就知道後面 你要說slipper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說英語裡面的 slippers 出來我們來看第九個 alumi aluminum alumi aluminum 我們剛才看 有的日記 把英語照過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音 沒有想要發 太複雜 所以它會把那個音 拿掉 這個例就是這樣 在英語裡面 叫做 aluminum 太複雜 所以在日記 就直接把後面的音 都拿掉 叫做 alumi 所以在台語的時候 大家都說 alumi 大家都知道啦 所以後面你說alumi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其實你說英語 叫做 aluminum OK 那是今天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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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